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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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知道你会用了这个聊天栏的一个功能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的一个互动 那么非常的简单 所以话不多说 今天的话呢 这个主题是关于瘦身 瘦身还有美肌 相信每位朋友的话呢 在这里都是非常的期待 今天我们的老师 会在这个直播里面 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秘密武器 平时的话呢 我们都是在做轻松烹饪 轻松烹饪的过程中的话呢 接下来还是需要吃得好 还要身材好 还要身材好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第一位分享嘉宾就是我们的哈尼老师 哈尼老师的话呢 他是将为我们带来这个瘦身 他平时如何去管理自己的这个体型 那么他今天的话呢 将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秘诀 我们先来到我们的哈尼老师家 今天还是我们有这个干国在哈尼老师 我们看到你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23号厨房 我给大家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哈尼 来自马来西亚 然后定居在伦敦的这个Chesington这边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今天的这个小厨房 我今天很兴奋啊 因为呢 今天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瘦身的心得 因为夏天来了嘛 虽然说我们有这个lockdown 不能出去见朋友 可是我们可以见到自己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体型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小心得 今天我跟大家要聊一聊的就是这个蛋白质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蛋白质 蛋白质呢 其实呢 它是在macronutrient 就是那个宏观营养的其中一种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做了很多的东西 可是我的瘦不下来 其实呢 就是在那个蛋白质摄取那边呢 他们没有什么注重 所以呢 今天就用短短的20分钟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呢 其实呢 它是有两种的 就是动物性蛋白跟植物性蛋白 其实如果你可以摄取这两种 它都很好 然后蛋白质呢 它也是有那个氨基酸 就是有22种的氨基酸 然后其中的这个8种呢 是不能在这个人体里面合成的 是需要接种那个食物来摄取的 所以今天我很快的为大家就是来介绍 怎么可以在平时的时间呢 就是可以摄取这个动物蛋白 跟这个怎么很快的在食物里面摄取蛋白质 今天来为大家准备一个呢 就是海南鸡饭 我自己本身呢 我的主集是海南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哎 海南人应该是很会煮鸡饭 对吗 然后我不会说很厉害煮 可是我会煮 然后其实如果你想要煮鸡饭的话呢 很多时候是要很麻烦 就是你要去抹辣椒啊 你要就是把那个鸡要拿去煮啊 然后那个饭要拿去炒啊之类的 就是如果你一想到要做海南鸡饭的话呢 就是至少要几个小时的准备工作 对吗 我今天就教大家用一个非常简单 然后很适合懒惰的人 可是又想吃海南鸡饭的人 来做这个料理好不好 所以不需要是海南人 不需要是海南人 不需要是海南人 今天海南人把海南人的秘诀 稍微改了 变成一个懒人可以做的料理好不好 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1公升的这个鸡饭 因为我一个人嘛 所以今天这个也是很好的 就是很多一个人单身会煮啊 他们说我不要煮很麻烦啊 或者很花时间 我就给你知道 就是一个人也可以煮海南鸡饭自己吃 自己开心一下 这边呢我就有放了一些米在里面 就是那个米的量呢 是大概2 3分之2 这样子吧 这个米是洗干净了 ok 然后我这边有这个 就是海南鸡饭料 这是海南鸡饭料 然后这个呢 是那个海南辣椒酱 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安利的产品来的 当然这边你没有的话 没关系 你就可以去那个亚洲超市 都一定会有这种海南鸡饭酱料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的安利 连海南鸡饭的酱汁也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呢 安利事业是颠布全世界嘛 而且每个国家 有每个国家的产品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 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的话呢 你真的是可以 发觉到你的生活里面 就是充满这个安利化这样子 非常的方便真的 然后这个酱呢 就是你只是放一两汤匙下去 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OK 然后 你就把它放点水 有些朋友问啊 这个煮饭的话 是不是 不用放水的 有了 用了iCook锅之后呢 是不用放水的 其实还是要放水 煮饭一定要放水啊 只是说你放水的 那个比例不需要这么多 然后呢 就可以放这个姜 姜片 就可以切几片姜在里面 OK 放了姜进去过后呢 你就有这一个 这个是 班兰叶 OK 你可以在亚洲超市买到 我就是会买了很多 然后我就会切一小片 然后我就会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所以你可以放很久 然后你就打一个结这样子 打一个结过后呢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饭上面 OK 为什么要打个结呢 我其实一直都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打一个结 其实呢 你讲究的话呢 你是把那个斑兰叶拉丝 拉丝打一个结 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那个味道 那个斑兰叶的味道 才会释放出来 而且它也可以不会 因为我主要呢 就是让它就是不会散开 所以等下要清理的时候也是很方便 明白明白 现在懂了 现在懂了吧 现在你看 就是这个饭上面就是放一个 这个饭兰叶嘛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我这边就有两块鸡腿肉 鸡腿肉呢 我就是也是用了同样的海南酱料来腌制 OK 什么东西都没有放 然后 你可以放 那个鸡胸肉 可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鸡腿肉 所以我就腌了两块鸡腿肉 因为就是我一个人 我这个分量 我可以吃两餐 嗯 我就把这个 这个分量可以吃两餐啊 对啊 对啊 这么多了 因为我还有 我还有 怎么说 我还有吃点菜嘛 我刚才说 这个分量应该这两块鸡肉 看了我就开始肚子饿了 对对对 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 你闻到那个味道 虽然我还没开始煮 就已经很香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鸡呢 就放在这个上面 这个 饭跟这个 饭兰叶的上面 OK 这样子 看到吗 大家 看到看到 基本上就 完成了 就开始开火了 那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非常简单 这个要煮多久呢 OK 我现在是中小火 我给它滚 当它一滚过后呢 我就会关最小的火 然后我就大概一个 十二分钟这样子吧 就看你的那个鸡肉的大小 跟你的那个饭的分量 我通常是十五分钟以前 就OK的 十五分钟就可以把这个 海南鸡饭做好了 就做好了 对对对 刚才说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的话呢 你说这两块鸡肉 你是分两餐吃啊 对对对 因为我还有吃菜嘛 有时候呢 我是这么吃 就是我可能会吃那个饭 吃一半的那个饭 然后我会吃两块的鸡肉 然后我还有剩下的饭 我可能配其他的食物吃 OK 很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见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瘦身了 是不是 好像有没有放什么油 进去 对啊 我根本没有放任何的油 进去 所以你就可以 摄取到那个 那个鸡肉 的蛋白质在里面 是不是很简单 对对对对 那你平时吃这个 蛋白质的话呢 还是要吃这个肉类还是比较多的 要瘦身 我其实呢 其实肉类跟那个植物蛋白呢 我是会偏向于植物蛋白的 然后如果我摄取肉类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偏向这个 就是白肉就是这个 鸡肉或者是鱼肉 虾都有 然后蛋白 其实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呢 每一个人需要蛋白质 可是他们不知道要需要多少的蛋白质 你知道吗 杰森老师 我们 我们不知道 来 我们要倾听你的 这个分享 专家嘛 他其实是有一个方程式的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上网去查的话 他有些方程式乘0.8 就是拿你的体重的公斤来乘0.8 或者是乘1.2 所以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通常是哪一个中间点 就是乘1吧 如果今天 杰森老师 你的体重呢 我65公斤 我65公斤 不好意思 65公斤 好的 就是65公斤 65公斤 乘1 可以 是怎么可以摄取 因为我们的那个植物蛋白粉呢 有那个很 有我们人体需要的那个氨基酸 嗯 对对对 很好很好 所以说 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 自己的体重 要乘以一个公克 就是你需要每天摄取的这个蛋白质粉 蛋白质 蛋白质 非常重要 如果还不知道自己体重的话呢 今天一定要下定决心去这个秤一下 然后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瘦身 对吧 典子 对 而且呢 杰森老师你知道吗 其实呢 蛋白质也是有分所谓的优质蛋白质 你有听过吗 优质蛋白质 有有有 听过 优质蛋白质呢 是 优质蛋白质呢 怎么去评为一个优质蛋白质 其实它是有个指标 如果你上网去查的话呢 它是叫PDCAAS 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 这个呢 如果你的指标是1的话呢 就表示你是那个 优质蛋白质 然后它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呢 它的那个重点就是 它必须要有三个点 是你必须要密到的 就是说 你必须要是很容易消化 然后呢 你必须要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它要有那个 所必须的氨基酸 它必须要有在那边 而且它必须要给人体消化 很容易的消化 人体可以吸收 所以它有这三个点 它才是所谓的 好的那个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 嗯 很好很好 来我们这里是 已经滚了是不是 我看到 对对对 你可以看得到它已经滚了 所以它滚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在转动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管它最小的火 OK 因为它的火还是属于很大 所以我就用一个 优质蛋白质 有些朋友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 自己家里的火 火物都比较大 所以 刚才哈尼老师 你放进来的这个是隔热板 对隔热板 都很容易在上网买到的 好的 我要转换我的这个地方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我们哈尼老师 在刚才在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 平时它是怎么样去碰热 然后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的话呢 融入它这个 每天的这个瘦身的一个习惯里面 所以今天的话呢 等一下 接下来我们的哈尼老师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嘿 哈尼老师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是今天给大家 接下来做的这个示范 是什么呢 好像很神秘的样子 对对对对 要听到这个声音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厨 不是我的厨房 我的这个客厅 客厅 现在来跟大家来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个 这个示范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这边有两个蛋白质 对不对 蛋白粉 OK 就是Nutria蛋白粉 今天我只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植物蛋白 这个呢 是乳清蛋白 这个呢 是我健身的朋友呢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是分享这个 很多人就说 我喜欢这个蛋白 因为它有这个可以提供能力 对吧 所以呢 我今天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蛋白粉 可以提供我们这么高的这个 力量 OK 这是我非常喜欢做的一个 一个示范 大家有看到这个 看到看到 所以说 线上的朋友的话呢 就是说 非常 很快的一个 速度就来到我们这个 科学实验馆了 这里 对对对 非常好玩的一个实验 大家应该跟我一样这么兴奋吧 对不对 大家在家里的话呢 在家里的话呢 在家里的话呢 就不要做这种示范 对对对 如果家里面千万不要 这个是有经过专人的这个训练的 OK 我先把这个清水呢 放去这三个杯子里面 说这个示范是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 展示什么呢 这个示范的主要目的呢 它要展示就是 因为 我们都知道 这个蛋白质 或者是 我们的其他的这个营养呢 它都是可以给我们力量嘛 对吧 所以呢 它就给你看到说 它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力量 大家应该有 看过这一类型的实验 就是以前 读书的时候 就是 如果那个 灯泡亮了 就表示说 有一个能量 造成这个灯泡亮 对吗 嗯 对对对 能源比较充足 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就看 这个 这个示范里面呢 这个蛋白质 怎样可以给你这个能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 然后我这边呢 它放的这个蛋白粉 在里面 OK 然后这边呢 有我们的这个Body Key 我们平时早上有吃这个营养餐 我们每次都说吃营养餐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放一下 就说 有些人说 我只是吃蛋白粉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的 OK 好的 然后这个呢 就搅一搅 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 幸福餐里面的这些营养素嘛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的蛋白粉哦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Body Key 我今天选的是这个巧克力味的 OK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水呢 都是有那个矿物质跟营养在里面嘛 是不是有些人都是喜欢喝水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OK好的 如果现在我放这个 现在还没有开一开火嘛 所以我现在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灯吗 灯泡亮了 看到看到 这个是 这个是受专业培训的 这个灯泡会亮的 小朋友不要在家自己玩玩哦 OK 所以也可以亮灯泡 太厉害了 所以还可以亮灯泡嘛 你喝水都是可以给你浓亮的 嗯 如果这个是蛋白 有蛋白粉的 大家看得到吗 哇 这个你的手挡住了 Honey老师啊 是吗 对 可以看到吗 因为我拿一个 看到很亮很亮 你不用那个黑色的 我们都看到很亮的 OK 就很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Body Key的 哇 很亮 你知道吗 这个两个都不一样 这个 是是是是 这个 Body Key的也更亮 对吗 我再骂一下 营养均衡 营养均衡 所以大家 在问嘛 这个这个是 大家都看到 右边的会比较亮 Body Key的 如果你再看清楚一下 这个啊 然后你再看这个 是是 大概都很亮嘛 是不是 如果我把这个蛋白的 加这个Body Key的话 大家要不要看那个效果会怎么样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那个 那个清水的怎么样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清水的 自觉上的话呢 就学习一下 看到吗 对 对对对 清水啊 没有比刚才亮一点点 我把这个移过来 OK 这个清水 然后这个是Body Key加蛋白的 这个手挡住了 对 哇 对 好亮好亮 好亮 然后清水 这是超能量 是吧 大家都看到了吗 看到的话 打个六六啊 在这个 聊天栏上 清水 嗯 然后这个是 超亮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们吃 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 我们的幸福餐过后呢 你们会发觉到呢 你们是 能量满满的 对不对 嗯 对对对对对 非常的棒 就是 这个 太 太专业的这个示范了 所以平时的话呢 我们要 喝水的同时 要喝上我们的这个幸福餐 是 这个能量 就满满了 那么有时候 我们写这个 文案 大家发出来 是能量满满 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精力充沛啊 每一天 对吧 嗯 对的 非常棒 所以这个的话呢 在家里 我们 这个 今天没有来直播间的朋友们 就亏大了 就没看到这个 我们哈利老师 分享的这个字范 OK 很好很好 这个 大概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回来 我们看看 你做的这个 吃饭 是 好吧 谢谢我们的哈利老师 等下再见 非常棒非常棒 是不是各位 各位新老朋友们 那今天 是不是 看到了我们哈利老师 不是经常做的这个 示范啊 是很吃惊啊 所以说平时的话呢 一定要多补充 这个蛋白粉 全植物蛋白粉 有它的能量 还有这个幸福餐 它所带给你 每一天的这个精力充沛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到我们的美肌环节 美肌环节 美肌环节的话呢 这个是由我们的 周围老师为大家去分享 如何简单的这个每一天 选择好每一套 这个牙肢系列 对你更好的 更有更好的美肌 好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 来到我们的这个 来到我们的 周围老师的这个直播间 这个今天是美肌 所以太漂亮了 周围老师 好 周围老师我们看到你 好的 我比较远 所以我要大声一点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听得到 对听得到 没问题 所以大家 又星期天了 大家好 是不是很精彩啊 如果精彩就说话话 送给我们的 Hanny老师 然后也说话话 送给我们所有的 直播间的朋友们 新好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来做个简单 次我介绍 我是周围老师 今天呢 我也是在厨房 但是我不分享爱肌了 我竟然分享我们的美肌 因为刚才我们 从Hanny老师分发学到 蛋白芝麻 那我们能量满满 对吧 现在我是 能量充足 但是呢 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 内外兼修 我们说 有了这个全子蛋白粉 然后我们又来 外肤呢 就是我们要美 有哪一位朋友 不想美呢 我相信 从一到一百岁的朋友 都想 不是变得美 是 保持自己的美 对吧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就是独特的 不管是 什么岁数 都有一个阶段的美 那我今天呢 身为 团队里的 我们终极成就团队里的 雅兹美容顾问 非常荣幸 第一次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雅兹产品 而且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领导人 沿选省领导人 和文睿领导呢 给这个机会 我在这边 和大家分享 这个雅兹 系列的一些产品 那我今天最主要的 不是说 什么 怎么样去选择啊 其实我是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认识我们这些 产品吗 请问 有哪一位新朋友 或是还没有看过 我们这些产品呢 你认识雅兹吗 你知道雅兹吗 其实呢 这个台上 你们看上去的产品 是不是很多啊 如果多的话 打一个一给我 如果不是很多 的话 打一个二吧 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点一 为什么呢 我其实一家人 一家四口 我都正在用 这些是我现在正在用的产品 因为我一家四口 就是我先生 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 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 那一家四口 为什么我今天 全部搬完出来 和大家分享呢 我相信 如果你一家四口 有两个孩子的话 都是不同年龄层嘛 那不同年龄层呢 我们雅兹品牌呢 就非常照顾到 整家人的需要 就是有不同的系列 也不同的肌肤 那说为雅兹呢 其实呢 已经超过有 五十年以上吧 由一九六八年开始 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美丽而诞生的 而且呢 是非常非常 就是他的 创办人 也是夫妻哦 也是夫妻哦 也是夫妻 就是我们的 刚才哈密老师介绍的 女却来 我们女却来品牌 超过八十年了 是吧 然后呢 这一套雅兹其实呢 也是由我们 女却来的 这个创办人 塔尔东方啊 第一套是他设计出来 然后呢 送给他的妻子 因为妻子说 伊迪斯说 你每天研究这些 天然 从天然植物里面 去帮助养健康的 这些 朋友 顾客 去帮助他们 找回健康 那你可不可以 从这些植物里呢 研究出一套 这个 物货品呢 帮助我来 变得 更漂亮 这个就是伊迪斯的要求 然后 卡尔东方呢 就 非常爱他的老婆 然后也想他的老婆 永远保持得 这么漂亮 就颜知 这个品牌出来 而且呢 他 伊迪斯 用了 因为是天然的 他也不知道是 有多好 但是用的效果非常棒 然后 无任何伤害 所以呢 就开始 要求卡尔东方呢 去研发多一些 不同的 这个养殖产品 来帮助 我们 爱美的女人 所以我说 他是为 美丽而诞生的 所以呢 在全球呢 有超过80个国家 地区 有我们的雅汁品牌 如果你今天 还不知道 这个雅汁是什么的话呢 不是一个人的话呢 我告诉你 雅汁品牌 上市已超过50多年 而且全球80多个国家 都有我们的 这个品牌在卖 那 说回来呢 这边有不同的系列吧 我说我一家人用 其实 我不知道各位 你如果 你的孩子 像我这样 十多岁 就是13岁以上的孩子呢 通常我们 就算我们不 去教他们 教他们 不是教 教他们 怎样照顾自己 现在的孩子呢 不管男女呢 他们都会 不懂 我要怎样把我的皮肤 照顾得美美的 对吧 所以 所以 这个 人家一看到 如果你没有讲清楚 我看到 你家的话 用这个护肤品 真的是 阵容非常强大 对 刚才 我问的问题 是不是很多打1 对吧 非常多 但是呢 当我们真正了解 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 每个人都不知不一样 你就需要不一样的产品 对吗 很多朋友告诉我 哎呀 Jolie 我不需要 我用水就好了 对吧 有吗 有用水的朋友 可以 也没问题 比如说 我们有用 这个雅脂肤肤品呢 就等到40岁 看起来 就是30岁 或是你的肤子 是20岁的年龄 因为我们是可以测试 你的肌肤的年龄 和你外表的年龄 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这个仪器可以测试 所以呢 送回来 我们的雅脂肤品呢 它有应用最吸引我的 就是它的安全性 因为它是 大多数的原材料 是从我们这个 扭出来 农场 有机农场 什么叫 有机 我告诉你 无农药的农场 最起步 来 怎样说 研制成 一举出来 对 提出来 然后做出来 那这个是不是安全 我知道你们 大家都是明知聪明的消费者 对吧 你们都是会选择 比较天然 或是潜天然的产品 来用在自己的 脸上 或是皮肤上 或是家人上 对吧 有哪一位不想 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呢 就是选择安全性的 这些护肤品来用呢 还有一样呢 最吸引我的 就是有保障 为什么有保障呢 所有的我们的雅智餐厅 有一个满意保证 在英国 在全球都有 但是在英国 我们有一个满意保证 如果你说 今天我 在这边 买了一支口红 还是什么 我们不满意颜色 我说 今天我的看 心情不好 怎么办 90天满意保证 如果你说 其他的外面的市场 这个90天满意保证呢 也不错 那你可以去试 那我们的雅智呢 就做到这一点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会用雅智的 其中的几个原因 那今天说回来呢 就很详细的 因为我儿子刚才我说 几岁啊 大家有听到我说 儿子几岁吗 我儿子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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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会比较容易长痘痘啊 然后呢 这一套青色绿色小青星呢 就是特别买给我儿子的 然后呢 他用了 为什么 他是可以供养啊 因为年轻的孩子 比如13岁 开始大义嘛 大义的时候呢 我们会比较多 啊 就是困 不平衡 对吧 色盟呢 就是一些外因素 饮食因素啊 都会造成这个痘痘 对吧 脸上痘痘 或是很多油啊 还有很多黑头白头啊 这些都是困扰 对吧 年轻人 而且他们也没经验啊 我想回我10多岁的时候 真的是 不知道怎样 要怎样做 这个脸这边长完痘痘 我也是蠻脸痘痘的哦 你们相信啦 我是蠻脸痘痘的 然后呢 所以呢 这套小青星呢 青色的呢 就是特别是这个年轻的一族 或是你生活非常忙碌的 也可以用这套 为什么它是3分钟 它可以快速的 比如你很喜欢去旅游 对吧 去旅行的朋友 或是出外公共的朋友呢 也可以用上这套 火神青星 那接着呢 我女儿是17岁 我女儿17岁 她的皮肤呢 结果我儿子是不一样的 她是干性皮肤 干性皮肤呢 那我们就要用上 我们这套蓝色 蓝色代表水嘛 对嘛 是嘛 所以呢 我女儿就特别喜欢用这套 这套蓝色的哦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说 哎我要解决干燥的皮肤怎么办 那这套蓝色的呢 就是建议给这个干性皮肤的朋友 非常棒 那来到我呢 将近50吧 那我先生超50吧 为什么我和我先生 周伟老师 周伟老师啊 你陷入了秘密了 没事 用雅兹呢 其实年龄 不会说害怕给人知道的 因为我用了雅兹 13年啦 我用了13年雅兹 所以我可以 没问题啊 我感觉上我的年龄 虽然将近50 但是我的肌肤 我一点都不查评 对啊 一点都不查评 因为我是非常有信心 有自信 用了雅兹过后 然后为什么我刚才说了 我们会测试我们的肌肤嘛 对吧 我们是有仪器可以这样去测试 因为这个APP 你们也有机会用上的 非常简单免费的哦 然后接着呢 我说我和我先生嘛 我和我先生是用横石宁言 横石宁言 就是把我们的青春留住嘛 留住怎么样留住呢 就是不要衰老的这么快 因为我们逼不过这个时间对吧 领导人 之前是无法改变的 每天向前的 不可能最后的对吧 那我们其实人也是一样老化 我们说老化 是说我们要怎样做的 舒缓 就是变慢把它推移回去 或是把它扣住 扣住 我们说 那这边为什么我有这个系列呢 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多吗 最多的产品是这套 你们看到是吧 因为我呢 现在呢 以前 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从油性 组合性 到现在呢 开始变了 因为有可能饮食上 这个 不是饮食啦 很多因素啊 自然老的 我说 那我会用这个 这个 就是比较滋润的哦 然后呢 我先生呢 就油性皮肤嘛 还是组合性嘛 所以他就用lotion了 所以这一套我都用完 用上了 还有我们有一个眼霜 所以你们看到好多啊 教育老师 你同质这么多吗 其实不多 因为我们不同肤质啊 没办法啊 要维持这么漂亮的话 要怎么办 就是要同质 在自己身上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 雅兹三大系列 不同肤质 而且有一个好的 就是你可以混合用啊 可以这样 换来换去用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 你用了十三年的养肢 你不需要换啊 我听别人别人说 别人别人说 别人别人说 这个货货品 不能用上两年三年的 需要换牌子 为什么需要换牌子 当你去了解了 来上我们的课 我每个星期都有这个美容课程 那你就知道 原来换的 别人所说的话 就是不同季节的时候 你可以换不同的这些产品啊 尤其是我们的雅兹 系列里面的产品 你都可以 差不多用 我们说是mix 换来换去 没问题 困和 中文叫困,困着用吧 困着用 对吧 对吧 我其实本身的话呢 也是混着来用的 我是 这个混合性皮肤嘛 油性皮肤应该是这样的 油性特油特油 所以我用 小清新的这个 洗脸呢 还有爽肤水 对吧 对 然后呢 对对对 然后呢 我用的是这个 水润系列的这个眼霜 哦 眼霜 对 然后呢 用这个个人专属精华液 哦 ok 在这边 抓索精华液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 藤石粘盐的这个 这个刚才跟你先生一样 这是油性皮肤 混合性皮肤的这一款 对对对 所以我每一个系列都用了 对呀 因为我们每个人 季节也不一样是吧 就因你自己的皮肤需要 所以你就可以 换着来用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一些产品 我们超过有一千种的产品 但是我们不可能 一半个小时在里面 告诉完大家 那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 雅兹 画中品 美容 这个护肤品 然后还有很多的化妆品 那还有一个我喜欢 刚才我露了说 我喜欢他的包装 我不知道大家啦 可能个人啦 这个是个人 那他们雅兹 设计师呢 非常的贴心 我说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有吗 是不是一样的 外观上 外观上 差不多一样 对呀 外观上一样嘛 那我怎么样知道 一个字双 一个网双呢 怎样分别呢 其实看字呢 有可能有些朋友说 我不会英文 也有哦 也有哦 因为我们包装是比英文嘛 那他的设计呢 就是 大家看到有个分别吗 有有有 一个有光 光比一个是 雅光 对 这个可以照镜子的 你看我拿来化妆面 拿来化妆咯 然后这个呢 是雾面嘛 雾面嘛 雾面嘛 我们说 所以雾面呢 是网双 这个 这个是 镜面呢 就是有这个lite 所以呢 非常棒 一样的哦 这个lite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 我也喜欢他的包装 而且呢 都是非常 怎样说 不会漏网 他是有这个锁 锁的功能 他可以防锁 非常棒 所以这样 就是我家人用的 你们家人 我不知道 多个孩子吗 所以这个就是投资 对吧 是不是 对对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各位老师 这里 这个日霜 跟晚霜啊 因为可能 有一些朋友 他还是不是很认识 为什么 我洗完脸 放了爽肤水 然后呢 还要 还要晚霜 白天要日霜 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OK 比如我说回恒石泥烟吧 恒石泥烟 和这些 这两个产品 不一样的 就是恒石泥烟 特别 给衰老的肌肤 是吧 刚才我提到的是衰老 衰老呢 我们就要针对性 日和晚霜 分开来 为什么呢 这个霜 第一 它有防晒的这个功效 它有这个防晒成分在里面 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被伤害 对吧 要保护我们的肌肤 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防晒的成分在里面 当你裹了上去 冲完的话 就可以保护你的脸 对吧 那第二呢 晚上呢 晚上呢 我们说晚上不需要这个防晒了 因为晚上通常我们是在家 然后睡觉对吧 晚上你是洗了脸 就去睡觉 那它的成分的分别呢 晚上的特好呢 就是它是修复 它的成分是特别滋润的 它可以帮助 当我们睡觉 我们知道身体 所有的功能呢 都是你睡觉的时候 正在做修复 如果你是熬夜的朋友呢 sorry 你再吃多少的补品呢 补品也没用 再用多多的这个雅汁 可以帮上少少糖 但是也帮不到全部 所以睡眠很重要 对吧 但是我们涂上的时候 网霜 你睡眠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产品进入渗透里的 这个皮肤生成器 帮你修复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就是collagen 对吧 所以 网霜和日霜的分别很重要 那如果 比如说 我们这套系列 恒神营烟 它特别是针对解肝的皮肤 那它的成分里面呢 就没有这个 它是日夜霜一起 它没分开 但是呢 当你用了 早上用了过后呢 我们会建议一定要做一个防晒 然后我们就有这两款产品可以选择来补上去 就是一个SPF35 CC霜 这个是BB霜 这个CC霜 SPF50 因为我现在是用住 我虽然没出门 我也用这个 因为这个是有珍珠蛋白粉的 我很喜欢这个 所以 这个 就当你用上这个 保湿系列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这个防晒 OK 很好 谢谢 看到吗 看到我这个朋友的 如果 还是不是很清楚呢 欢迎你们来上课 我们是一定有这个美容课 OK 对 这个 有位朋友讲到这个 我们出来 说到 乳霜跟乳液有什么不同 应该是这个 OK 乳霜呢 是给干性皮肤 乳霜 是给干性皮肤 霜 是滋润的 然后 Lotion Lotion 是乳液 乳液 是给 这个 混合性 或是油性的皮肤 它没有那么的滋润 它的成分其实是有少许不一样的 它的设计是 就是肤质的类型不一样而选 对的 对的 针对不同的肤质 霜 永远是给干性 或是中性的皮肤 就是这个霜 我们的盐罐 然后这个乳液呢 就是给中性到干 这个乳液是中性到油性 所以说要在这里学习了专业的知识之后呢 才会选择对的产品 选择不太的产品的话呢 可能用对不同的肤色 是的 然后呢 我还要带到一点给大家 各位朋友呢 你外面如果不管你用什么牌子都好啦 外面的牌子啦 有一点呢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用的芽汁 那我是个消费者嘛 有谁不是消费者 我在消费的同时 我不用这个养殖品牌 我也用其他品牌对吧 那我是换了一个品牌 我也是消费者 其实我现在是消费者 但是呢 我消费者 是消费者之以呢 我可以用它 感受它 受益了 然后我可以从中去赚取货 赚钱 为什么呢 当我们人呢 分享很自然的 比如我说 我今天去买了一条衣服 很好穿很舒服 我这条衣服 那你会不会和你的朋友分享呢 请问 肯定会啊 又可以用五档 五档钱的衣服 又可以穿到我美美 然后很脆 那你一定会分享给身边 最好的朋友 对吧 那我们用了芽汁的话 比如这个气豆豆的 有顺恳 汉老妹 有豆豆 不知道查什么呢 这个气豆浇明呢 就是我们很好用的一个 气豆浇明 虽然小小 但是功效 所以有豆豆的朋友 这个是个福音 这个用三个 对啦 是个福音 豆豆的朋友 所以呢 如果你说 哎我不会上网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本这个粉字 因为太多产品了 我们陆续的会和大家分享 那你可以 这个小粉字啊 好漂亮啊 气彩啊 你可以去看看 什么都能 对吧 是 150种粉品 都在里面 非常棒 如果你喜欢美容产品 这个粉字真的太棒了 它的质量非常好哦 但是一本Tetalo 它的质量也非常棒哦 不是普通的一般纸哦 摸上手也非常舒服哦 我是高大上的事业啊 哈哈哈哈 周一老师啊 我看到你刚才 不停的往这个手上 摸这个 放了 这个眼膏啊 还有这个唇膏啊 是什么情况啊 对啊 我现在摸的都是牙织产品嘛 刚才我摸了这个我们的Mascara 对吧 这个防水 防水Mascara 然后呢 我摸了这个口红嘛 看到我的手很漂亮了吗 现在 然后我摸了眼线笔嘛 全部是牙织产品 眼线笔 然后这个防水 防水的眼线笔 我也涂了上去 那现在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最近 有谁没有用过卸妆字 现在非常流行咯 尤其是青春妹妹咯 虽然我们年纪不是青春 但是这个也非常适合我们 因为 你也是小姐姐 小姐姐 展示非常流行 两年了啦 应该有两年的这个时间了 为什么呢 方便带进门 然后呢 在这也很方便 因为有现在的人太忙了 太过忙了 回来的话 如果我们也有卸妆水 但是呢这个卸妆棉呢 或是纸巾 我们说就好像一般普通的纸巾 对吧 那它是特别 特别针对给懒人 不要说懒人 很忙的朋友 比如你上班 你一定化农妆 是吧 化了农妆 然后一整天下来 你回到家是不是很累 累的话呢 就是一张小小的这个 卸妆棉 就可以帮你剃除整个脸的 就算是长肖 防水的这个 Mascara眼线 都能轻易的把它 睫毛膏 对 睫毛膏 是最难去的 对的 把它清除 然后你可以不清洗 就看你自己有多累吧 你用了这张 不可以不清洗都难 因为它里面呢 它有一个维生素E非常好 它含有这个维生素E 帮你 可以 大家看到我的手 是不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 很漂亮 对 这个已经是干了 我的Mascara 因为很会干的 我们Mascara是防水咯 那我现在是 你很有艺术细胞啊 很有艺术细胞啊 因为我们的色纸巾 你看到它的设计 非常棒 它是有一个 看不清太光看 看不清 就很容易 你看我会做一个动作 平时我们卸妆也是一个技巧 不是使劲的叉 使劲的抹 因为通常呢 外面很多朋友不知道 就整个也放上去 就这样 然后你的皱纹 细纹 还有皱纹 全部出来 所以 对 卸妆也很讲究 所以用来上课 我们有课程 然后教你怎样去卸妆 然后这边呢 我刚才我再按下去 对对 主持人看到 看到看到 对 我就看一下 我轻轻的 我看一下能破吗 哇 全部全部都卸妆了 对 如果你打粉底 粉底是最难破的 如果粉底的话呢 也是很轻易的 给它清除 然后 干净了 你就可以用 转敷水 或是 你想更干净呢 也能用这个 截面 的 这个 癌症 来清洁它 所以 它不会干 它是湿湿的 有保湿 非常舒服 太高效了 很干净 很高效 这个叫高效快速 卸妆自行 OK 大家要赶紧用起来 对不对 出门没出门 都要在家里 把它清 清 因为很多朋友说 如果不卸妆 没化妆怎么办 其实没化妆 我们外面也有这个非常 对吧 你一天出去工作的话 回来呢 有油脂 这个也能 也可以帮助清除 非常棒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非常精彩的一个分享 然后呢 这个我们 都要 马上马上 把这个 所有的 这个 产品 都用起来 要用对哦 所以雅兹产品的话呢 有 很多种 但是呢 一定要 如果不懂的话呢 要咨询我们专业的 我们雅兹的美容顾问 雅兹的老师 然后呢 你才会选择一款 对自己 针对自己 皮肤 这个性质的 类型的 这个产品的话呢 用对了 然后你的皮肤 就会 漂亮起来了哦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点 几分钟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今天讲到了 这个 针子瘦身 然后讲到了 美肌 但是这个 两大项目的话呢 一定一定 还要 添加 就是还要有 我们每一天的 这个习惯啊 什么习惯呢 就是喝水的习惯 对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 安令里面有 易资源 所以今天呢 我们去到我们的 彩凤老师家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家的这个 易资源浸水器 是长的 什么样子的 如何 用起来最方便啊 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 彩凤老师 你好 我们看到你了 哈喽 主持人好 先生老师好 你好你好 哇好漂亮 身材医疗啊 谢谢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 我的厨房 这里是一个很小的城镇 我住在SV号 我是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我们的 中级成就团队的一名 雅致美容培训师 我叫周彩凤 很高兴 今天有机会做这样的节目 谢谢老师给我机会 然后呢 我选择我们的这个 安令精水器呢 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们这边呢 水啊水质啊 不是那么的好 而且平时呢 我那个烧水呢 都会厚到那个水的里面 那个漂白粉的味道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 然后呢 孩子呢 平时呢 以前都会去 我们去超市里面 拌那个水 一桶一桶的这样 拌回来 所以第一个也是很重嘛 但是买了 投资了精水器之后呢 然后呢 真的是很方便在家里用 然后呢 最棒的就是 一支元精水器呢 它有去除这个 160多种的这个污染物啊 水中的长筋的这样的细菌 还有沙蜜 高达99.99% 真的非常的棒 然后 保留水中的这个 胖物质 还有这盖心的这个 这个胖物质的 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在里面 还有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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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棒的 这个上面这个 就像我现在开水 我把水龙头打开一下 老师们可以看到见吗 朋友们可以看到见吗 这个它会跳的 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灯啊 它这个进水器的 它有个蓝色的灯 对 可以看到见吗 可以看到见吗 我现在在放水 然后它这个 有灯在 对 这个呢 是自动 自动记录这个 用水量的时间 还有这个 自动提醒 更换这个滤芯 里面那个滤芯 然后呢 是维护我们 一支元进水器的 最佳的这个状态啊 所以这个 这个进水器的话呢 晨风老师啊 你用这个进水器 用了多久了 我用了有一年多了老师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对 我刚刚进入安利长剧的时候 然后我就买了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明智的一个投资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也是非常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简单 这个叫做 Auxiliary System 就是说 在厨房的信盘旁边就可以另外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水龙头 也是不影响 不影响这个平时洗碗 对 这个 这个 对对 对对 对 是 然后呢 我之前在这个朋友圈上面看到你发 这个你家又种了什么植布啊 这个的话呢 还有吗 你的什么豆芽 还有这个 安利这个一支元进水器的这个水 冻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柠檬树很可爱 它很香的 然后这个也是我用那个一支元种出来的 哇 太漂亮了 这个安心喝好水真的是 今天展示给大家看的话呢 就是 这个Auxiliary在桌子上的 放在桌子上 然后水滴的话呢 这个是放在 杏盘的下面 其实也不 不阻碍这个地方 这边看起来就是蛮小的 对 它很小很可爱 然后很漂亮 这个 我很喜欢 特喜欢 高大上 而且这个人喝了健康的水 优质的水 然后植物也可以顺便喝优质的水 平时洗米洗菜的话呢 也是可以用这一支元进水器的水 非常的方便 啊 很好很好 这个很好水 身材也太棒了 对不对 很多 流口水啊 就是 好的 那么 今天呢 谢谢我们的 对 谢谢我们的彩凤老师的一个 体验的一个分享啊 非常非常的棒 那么刚才的话呢 也看到我们 彩凤老师 家的这个厨房的话 也是非常的 干净啊 非常的干净 然后呢 因为平时的话 也用那个i-cook 智能烹饪系统来烹饪 大家也没有抽油烟机的 你会发现到 然后再加上这每天的这个健康饮用水的话呢 在他的厨房一装 然后其实更加的省地方啊 一个巴掌大的一个进水器的话呢 就可以提供5000公升的水 啊 源源不断 每天都可以喝上这个健康的这个饮用水啊 啊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尾声啊 我们的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Hani老师为大家展示了 这个蛋白滋粉 这个全植物蛋白滋粉 还有我们 这个乐谦幸福餐的这个 如何让你精力充沛 非常重要啊 那么还有这个 最后一分钟的话呢 我们回去 回去我们Hani老师的这个厨房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他的鸡 海南鸡饭做的怎么样子啊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啊 这个 好 我们又有这个背景音乐 就是我们的小鸟都来 当观众啊 来看这个 这个 我住在这个 鸟语花香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小鸟的声 就是啊 早上的时候就听着小鸟的声音 就就起来了 我的这个鸡饭呢 就好了 就是刚才我做了这个蛋白粉的这个 试饭的过后呢 就进来厨房 然后其实 我在那个 饭好之前的五分钟呢 我就放了一些菜进去 然后就给他可能两三分钟 我就关火 就这样 因为他可以保温两个小时 在保温的同时呢 那个菜也 不会太过熟 我比较喜欢那个 那个菜不要太过熟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哇 好漂亮好漂亮 这个broccoli 后来才放进去的 对对对 这个broccoli是过后才放进去的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两三分钟而已 所以那个菜的那个营养呢 是可以锁着 这个锅它最好 最吸引我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锁着营养 30% 然后它是用低温主食嘛 所以呢 它就可以把营养锁住 哦 非常棒 而且平时煮这个broccoli的话呢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 先用热水烫了之后呢 才放到锅里面 再去炒再去煮 它煮不熟了 非常的麻烦 不需要 我们的这个broccoli呢 只需要用这个 那个我们的叠心 就是来清洗那个菜过后呢 洗干净了 你就把它切成小块 放进这个锅一起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鸡饭 鸡饭跟菜就同时好了 然后全程不需要超过15分钟 太棒了太棒了 谢谢谢谢我们的Handy老师 这个精彩的一个分享啊 这个海南鸡饭的话呢 也是也是非常容易的去烹饪 15分钟就可以吃了 那么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的话呢 如果是多人的话 用一个大的一个干锅的话呢 就可以了 我们iCook智能喷饭系统的话呢 这个助你 助力你 轻松喷润 然后呢有个健康的身体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幸福餐 那么再加上 学习了 今天专业的学习了 我们各位老师的这个 如何美机 选择好的产品 选择对的产品 选择天然有效 安全的这个产品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还可以经营事业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接近了尾声 还有我们的采风老师 要感谢他 积极的上来分享 还要感谢在场的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 谢谢你对我们这个直播的支持 相信今天学习到 每个人都学习到很多很多 那么下个星期天的话呢 还有更好的 还有更好的 还有更精彩的这个节目 等着大家一定要准时 上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也欢迎你带上你的朋友 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配合 然后呢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下个星期的话呢 同一时间 在这里 再见 好的 谢谢大家